太阳餐店良心推荐 今天我们来的是乐山的邓强饭店 也是司机师傅给我们推荐的 我们从乐山下了以后打了个车 就问司机师傅哪好吃 司机师傅说他们来这吃 这家店在大众脸平时就二十几个评论 但是我们来的时候就看起来有等位的 可能还是味道比较不错 但是也很奇怪 这个地儿在景区边上 它是一个乐山坐船的地方 就是从这儿可以坐船去看乐山大佛 现在因为涨水没开 我们也坐不了船 但是这个地儿就正对着港口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地儿是真的正宗 还是跟什么储子和司机有关系 然后我们今天就点了三样 这算是乐山比较有名的三样美食 对吧 波波鸡 然后甜皮鸭 翘脚牛肉 我们先吃波波鸡 这满满一大盆红油 看着好爽 翻腾起的时候就能闻到鸡肉的香味 鸡肉非常的嫩 而且鲜嫩多汁 里头全是波波鸡的汤汁的味道 是一种甜辣的味道 就是因为它上面有芝麻 就是你在吃的时候 你嚼着鸡肉还能嚼到芝麻的香气 所以嚼起来很香 我再来碗干儿吃 哇 蘸一大勾 嗯 好吃 而且你看着它吧 就是油汪汪的 实际上它没有那么辣 而且没有那么你吃起来还是比较清淡的 基本上是汤的味道 我这波波鸡真好吃 甜皮鸭 哇 其实它皮是甜 对 所以叫甜皮鸭 嗯 嗯 好吃 首先它鸭肉的香味很重 然后呢 皮还是有一点点甜味 而且皮很有韧性吃 加一块全是皮的这种汤 有点叉烧的味道 但整个这皮比较干 吃的很香 越嚼越香 嗯 哇 酸 这个我是觉得很香 油香油香 我刚才摄影前面觉得很 我是觉得好吃 翘脚牛肉 再拿 这跟往那边不一样 我们那边翘脚牛肉 就是牛肉跟煲菜 咱这是牛杂跟煲菜 我说这比较清淡这个菜 底下全是煲菜 上面就是各种各样牛杂 尝尝牛肉 好香 还是也是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口感 但整体吃起来是比较清淡的一种 比如说你昨天牛杂火锅 可是清淡太多了 这就是火锅的干酱 吃起来就是另外一个味道 多了一些麻和辣的味道 干吃和蘸料都好吃 就我们没有吃过别点点啊 我们也不知道别点点水平文的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初次来的人来说 我觉得这边味道已经很好 我是觉得这边真的挺好吃的 就是它整个是用原白菜熬的嘛 所以整个这个汤的香味比较最淡嫩的 有一种甜味 非常清淡的牛肉汤喝起来很舒服 这也不错 这也这么错 我们这个就是个偷懒的选择了 因为我们其实知道乐山有很多美食 我们都想吃 但是时间有限 因为我们只有今天一天时间了 跟师傅问了一个比较好的饭馆 能够一顿饭吃到三样东西 目前感觉这三样都是很好吃 我们已经吃完了 然后一共点了三个菜花了228 翘饺牛肉98 波波鸡58 甜皮鸭68 作为一个没见过市民的外地人 在乐山一家店吃了三种美食 我觉得都很好吃 我是真的觉得很好吃 虽然我自己也不确定 出租车司机师傅给我们推荐的是个网棚 还是怎么的 但我觉得这三个菜对于我来讲都很好吃 好感谢您收看这期大家探店 叫什么乐山探店哪家强 全是美食许太阳 拜拜